大家好,我是爱玉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暗区突围 暗区的启游为何是南北战争 暗区突围,看似冷酷的深渊小队 原来各个都是人才 好家伙,深渊小队各个都人才啊 腹蛇是个文盲 奥伯尔跟着黑卡地原来是为了养老啊 最近黑卡地新任务 威亚妹你大家都做的嘛 表面上的深渊小队 如说暗夜里的鬼妹 实际上的深渊小队 一个个搞笑的一匹 跟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啊 首先就是腹蛇 好家伙,你小子看上去蒙着脸 端个G,枪帅了一匹 在卡尔摩纳这片土地 深渊小队为了方便采用密文进行交流 但是对于不擅长阅读学习的腹蛇来说 他只能透过文字方向 明白大概的意思 怪不得得让奥伯尔跟腹蛇一起之心中 自如是这么重大的任务 害怕腹蛇看不懂 所以派一个能看懂的在旁边指点啊 其次又是 原来奥伯尔跟着黑卡蒂是为了养老 关键是黑卡蒂也理解奥伯尔这种天天想下班的心态 令大家都是退役的人 而整天还是下班的奥伯尔愿意跟着黑卡蒂 主要原因就是信任黑卡蒂的能力 跟着黑卡蒂他能回家养老几率更大 没想到黑卡蒂原来这么靠谱啊 说的就是 黑卡蒂虽然看上去不苟言笑 刀人不带含糊的 贝蒂里竟然还是查普曼公司的忠实粉丝 甚至由于民生在外 退役以后还被查普曼公司邀请成为形象代言人 但黑卡蒂拒绝了 不得不说 黑卡蒂对查普曼公司也口咸体正了 一边对深渊小队其他人吐槽查普曼的户外装备 一边对该公司产品如素嘉珍 不愧是女人来战场上也停下篮板安排步伐 做得不错 从上个赛季更新 一边对深渊小队的转转无情的转动 一场由内部矛盾引发的风暴 如凶猛的海啸般起来 由于卡莫娜政府的一些问题 点燃了南方军心中的不满之祸 在弗罗安皮末地区 南方军毅然决然地展开划辩 兵分两路 以雷霆之日向北方军发起冲击 是要重塑这片土地的格局 而在这看似单纯的军事行动背后 却隐藏着科伦那只看不见的黑手 策划这一场影响深远的阴谋 因为深渊小队当初也在南北战争中出现过 北方军作为卡莫娜的政府军 在毫无防备之下被南方军突袭 打得措手不及 在第一条战线上 南方军一路横退 气势汹汹地逼近要塞 本以为胜利在望 既然掌控这片区域 却未曾想到一名叫阿贾克斯的人 如钢铁般在要塞中死守 即使深渊小队令人胆寒的黑卡蒂 也在他顽强的抵抗下束手无策 在沿海战线上 南方军起初也势如破竹 然驻守在瓜雅伯的北方军海军 以及由当地石油孤人组成的民兵 用他们无谓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 成功抵住了南方军凶猛的进攻 战局由此陷入了胶着 双方如同两只疲惫的巨兽 在这片土地上对峙 谁也无法取得决定性的圣地 其实在这中间也发生了一段故事 南方军为了实现叛变的计划 开始疯狂掠夺当地的资源 曾经辉煌的安都尼家族 在这场风暴中惨遭毒兽 在绝望中只能逃往海外 军球一线生机 卡莫纳的局势如同暴雨中的孤舟 摇摆不定停滞不前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 特维拉敏队子捕捉到了时机 果断出动弗拉德伦带领白狼连队支援被方军 反攻的号角就此吹响 第二军团的雷诺伊尔 成功将困在药材三个月的阿贾克斯救出 阿贾克斯对雷诺伊尔充满敬佩 从此紧紧跟随 就在反攻如火如荼 眼看着就要把南方军剿灭 胜利的鼠王苏 我竟在咫尺之势 科伦皱不住了 直接撤反了北方军第二军团长 下达了全面撤退的命运 果然啊 欧特斯的黄金可以买下一切 包括军人的荣耀 北方军只能眼睁睁看着 尽在眼前的胜利不翼而飞 轻忠也只能充满了无奈与愤怒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只在午前 没错就是雷诺伊尔和德尔文 雷诺伊尔没有听从长官的命令 因为自己能撤离 自己士兵的家人可撤离不了 刘昌选得留在了卡蒙娜 而军港的德尔文厌恶长官的做法 直接枪毙了船长 在自己的必将校画了坝茶 自立山头 于是苏梅克委员会呼吁停火 并且派遣科伦的托马赛德华和弗拉格伦 潜于协助谈判停火协议 这场旷日已久的南北战争到此结束 但是和平会到了 并不会 因为从此这个地方变成了暗区 至于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们下节 等等再来说几句 其实整场战争都是科伦来推动狗 起初我以为卡莫娜内乱是没人差事 自从金黑帕地骂阿贾克斯 躲在乌威壳这里 我又知道不简单的 而且为什么政府会让南方军不反 很利用科伦背后操作 以及军团长下定撤退 素梅克委员会插手停火 其实都是科伦为了追逐利益而部下的硬